而有关出去玩这件事 因为727要降级了 旅行团也松绑从9人团增加到50人以下出团 旅行业者大多乐见放宽措施 但是中央地方不同调 像是双北都宣布不开放餐厅内用 那你这样安排出去玩 都不能到餐厅去吃东西 所以他们觉得行程安排会有困难 还有你要坐进游览车 也不是50个统统挤进去 他们是规定说 这个游览车一定要间隔坐 而且限制最多上头只能有20个人 换句话你只能坐一半不到 同时你也不能够唱歌 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 好了游览车业者就说 那这样子成本会增加团费会变贵 譬如说你50个人都要续的话 那你就要搭三辆车才能够符合 间隔坐最多20个人这样的一个规定 民众出游的意愿 因为你团费会变贵 他们预估恐怕也只剩下两三成 7月27号降到二级警戒 那旅行也松绑了 初团人数从原本的9人增加到50人以下 这个是一个好事 就是说至少把这个门先再开一下 初团人数松绑观光夜乐见曙光 尤其餐厅开放内用 吃的问题解决 行程就好卖 可以进餐厅用餐了 餐厅不能内用 其实现在这个夏天 你不可能让人家坐在路边 然后热得要命在那边吃便当 但中央地方美统一双北都宣布 还有确诊案例 不开放餐厅内用 让旅行团难安排 还有出团要搭的游览车CDC说 要间隔坐最多坐20人 麦克风用完要马上清销 再给下一个人用 而且不能唱歌 游览车业者认为根本不算松绑 游览车业者希望可以再放宽 限制毕竟出团游客名单固定也好 追踪 交通牧泽认为虽然降为二级 但还是有潜在危险 因此和CDC讨论后 游览车出游 还是要有人数上限 确保防疫安全 华市新闻 雄木兰昭光台中报道 谢谢您的听传校 大家好 谢谢大家